剛才的情況 黃國倫這個出手很明顯 出手的時候就有點力道大了 結果 哇感覺來得及耶 楊保羅 隱其倫第一時間很可惜 再拿出來喔 這個時候 林維凱中距離的跳投 計算 林維凱 關鍵人物 真的能不能跨過這個坎 他就會到了另外一個層次 大三的林維凱 強心臟時刻他都能夠投進 上個球季其實他就有一些 真的很亮眼得分表現 有持球 最後給到黃冠維是外線的出手 梅敬 自己抓到進攻籃板 有犯規了 哇王家昌的犯規 哇 我們來看一下剛才這個動作 這個身體是有碰撞 總是裁判買單的 是 裁判買單的 那現在看考驗黃 黃共煒的罰球 對 這是關鍵的兩罰 這個 必須說這個 壓力很沉重 壓力三大 絕對 沒錯 第一罰有 心臟了不起 是 兩秒鐘的勝於比賽時間 關鍵的第二罰 關鍵的第二罰 黃冠維 沒有罰技 沒有罰技 這條罰技了 文化大學 絕殺 絕殺沒有罰技 反正絕殺 我又看了什麼 這太戲劇化了 對 裁判要看 按照現在規則 裁判要看一下 這個進算或不算 對 看一下剛才這個罰球沒進 拼進來之後 楊保羅 這一拍 其實已經覺得 這個球應該是往外面跑 對 那影群人非常可惜 這籃板他應該有機會 抓下來 他抓下來 這個肯定是 那就是 現在就是笑到最後的一方 對 哇 這 太關鍵了 這可能楊保羅 這生涯最重要的一球 對 如果要剪輯一個生涯highlight 再用 都不到十分 都是九四筒 而且勞倫斯 這回還兩把都不中 對啊 這是 哎呀 又失誤啊 單師傅 兩隊都要打屁股啊 本來是要抓鹽 結果抓成一把糖 因為鋼鐵人的進攻 其實也很 很沒有效率 那 這幾次的處理球 失誤 或者是 這次轉換 李唐遠也都沒有把握住 大宗哥氣得 真的 要罵人了 哎呀 聚想這個球該轉 哎呀 還好 勞倫斯又把球給接住了 順勢拋進了兩分 這兩分拿到之後呢 雙方呢 現在 回到了十分差距 邱哥生氣了 從十七分差 回到了十分的差距 現在 鋼鐵人這邊喊出了暫停 鋼鐵人在進攻上是非常沒有效力 很多次都沒有進入進攻區域 我現在是回到 我現在是回到 找到人回到 叫上人回到 我自己在進攻中 我自己在進攻中 尋找人回到 我自己在進攻中 邱大宗教練也有提到 你領先再多 你賺了再多錢 這樣花也不會花完 那再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跑起來 然後球多流動 我前面有提到有兩次的24碼進攻 甜品在身上玩太久 丟了兩個炸彈 那從那兩波開始 鋼鐵人的進攻就變成非常的卡 那李航員在下半場的變身之後 讓喬楚瑜打4號 讓勞倫斯在衝擊第二波的狀態之下 有稍微把分數咬回來 不過也希望可以再更把握住 鋼鐵人沒有得分的這個技